下雨天車庫鐵卷門忘了關 這名穿白衣服小偷 像走進自己家一樣自然 客廳門鎖住進不去 他先躲進除藏櫃 過沒多久 男屋主開車出去 鐵門關上後 小偷拿魚山闖路 我現在出去 他打小阿姨還在裡面嘛 所以他就沒有鎖 就是就進來了 當時打掃的阿姨 人在二樓 小偷急急忙忙掠過二樓 仿佛知道居家的格局 直接進到梅莊監視器的三樓 主臥室 屋子還有人的狀態之下 沒有翻箱倒櫃 搜刮不到十分鐘 顯然對屋子的格局 還有屋主的生活起居 都有掌握 二十八號下午兩點多 身材高挑的嫌犯 戴口罩也戴手套 防止留下指紋 主臥室的飾品櫃 價值二十多萬元的鑽石項鍊 黃金首飾 還有超過四十五對 Cionel的耳環全沒了 估計損失八十萬 三點又再闖入一次 打掃的阿姨瞄到 有人影大喊 竊賊才跑掉 屋主不滿 報警警察卻以隨機犯案 消極處理 由於案發地點在台南的胡偉寮 號稱有錢人住的富人社區 受害屋主擔心成了歹徒 不基於目標 怕有其他住戶也被盯上 希望警察徹查 別讓他們活在恐懼中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